当你和对方在约会时看对方的作姿 身作的人说明你的自信且放松 浅作的人无意识表现出一种服从对方的心理 如果你表现出对他友好 对方会从心里喜欢你 女生跟你约会时翘二两腿 说明他对自己的容貌身材 创意搭配颇有自信 这类女人自尊性偿 要赢得她的方心并非意识 女生主动触碰男生 说明对男生是好感的 亲密距离是对男生开放的 单手搭建的行为是一个试探性动作 表明女生在向男生释放好感 并且希望男生的回应 男生虽然看起来在忙碌中 但是他无意识的行为就已经表明了对女生的想法 如果他停顿了手机的视看了看女生 那说明女生是重要的 如果无动于衷说明对女生是无感的 如果男生身体转向远离她的方向 脚尖有离开的指向 是一个明显的拒绝动作 说明男生对她反感甚至是厌恶的心理 恋爱中 两个人走路牵手 女生并没有握住 表明她在身体上并没有很接纳男生 眼神四处张望 表明她心不在焉 男生凑近女生耳朵想要讲话 女生偏离赏躲 说明女生并不是真的喜欢男生 可能只是由于和事之类的 勉强在一起她还在说服自己的阶段 但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往往身体是诚实的 约会时女生双臂抱胸 头部侧向身体后脑 甚至脚尖也是朝外的 潜意识里传达出想离开的姿势 说明女生心理对男生有距离 不太想听男生废话 如果女生双手放开 身体略微向男生靠近或者倾斜 脚尖朝向她 说明她对现在的话题感兴趣 并且愿意继续和这个人聊下去 男生低头脑痒抓后脑勺 眼神飘向其他地方 不自然的举动说明对自己对话的一种质疑 用细小动作来掩饰自己的心虚 一群人在聚会当中 你和认识不久的女生坐着 两个人上半身的距离是正常社交的距离 但下半身的距离通常不会在普通场合这么亲密 尤其是把旁起的腿偏向男生这边 说明女生已经完全允许男生进入她的亲密距离 摇晃脚踝甚至是挑鞋的动作 是一个诱惑性行为 加上亲密距离的范围 可以解释为女生已经按耐不住内心的洪荒之力 对男生进行色诱 约会时女生手机反扣在桌子上 表明她的消息不想让你看到 很有可能在跟其他男生聊天 你只是她其中一条鱼 但是她对你还算重视 并没有单准的面和其他男生聊个不停 在她去上厕所时 还带上了自己的手机和包包 说明她对你有防备心理 目前你跟她没有戏 还没有继续发展的可能 综合前面她的其他行为 这顿放你还是白吃了 学到了吗 记得三连妈妈的